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史大觀園 我是雪莉 在釋迦牟尼49年的傳法中遇到許多磨難 其中一個竟然來自他的弟子 這個人幾次三番策劃謀害釋迦佛 想取代佛陀統領僧團 並且用邪說一度使僧團分裂 他是誰?他就是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為何敢與釋迦牟尼佛爭鋒呢? 提婆達多是釋迦牟尼的堂弟 釋迦牟尼的父親靜範王 有三位王帝 每位各生了兩個兒子 提婆達多是阿南的親哥哥 他身材高大 相貌堂堂 小的時候王子們學習各種才藝 他就常常跟釋迦太子競爭 釋迦牟尼開悟之後 回到他的故鄉 加皮羅未成 受佛陀得犯的感召 加上敬犯王的鼓勵 人們紛紛跟隨佛陀出家 其中就有阿南和提婆達多兩兄弟 在開始的十二年裡 提婆達多認真修行 《初曜記》中記載它是 十二年中 坐禪入定 心不一意 宋佛經六萬 唐代高僧玄藏寫的《大唐西域記》中 還既有《大時士提婆達多於此入定》呢 但是他並沒有證物果位 也沒有修出神通 這就不免使爭強好勝的提婆達多感到很沒有面子 據《法劇經》記載 在一個叫交賞迷的地方 僧團獲得了很大的力養和恭敬 人們拿著供養的物品走到僧團居住的地方就問 世尊在哪 舍利弗長老在哪 木劍聯長老在哪 大家業長老在哪 但是卻沒有人問提婆達多長老在哪 這就讓提婆達多非常的妒忌 他請求釋迦佛 教他神通 他認為佛和大弟子們之所以得到恭敬和力養 是他們具有神通的緣故 但是佛陀拒絕了這個請求 勸他要好好的修空 除去對自我和名利情的執著 強調這才是覺悟的根本 可是提婆達多不甘心 他又向社利弗 木劍聯等大羅漢請求 沒想到他們的回答都與世尊差不多少 這提婆達多還不死心 又找到了弟弟阿南 阿南被稱為多文帝 他服侍在釋迦牟尼身邊 記憶力又是超強 凡是聽到世尊的講法 就能記住 他的個性很溫和 對兄長求教的動機沒有深刻認識 他就一五一十地把聽到的神通修習法交給了他 提婆達多如獲至寶 到山林曠野裡努力休息 竟然也修出了神通 不久 他獨自去摩羯陀國 在阿蛇是太子面前展現了許多神通變化 讓太子推崇萬分 甚至誇讚他為比佛大師奇得殊勝 這不僅就使提婆達多飄飄然起來 佛陀曾經為太子 但是對所有的弟子是一視同仁 他曾經說出家弟子不分種性出身 一律平等 然而一些釋迦族的弟子 仍然是自覺優越 甚至認為 當佛入滅之後 也應由來自釋迦族的僧人統領僧團 以提婆達多出家前的尊貴身份 再加上他聰明博學 又有了神通 使他受到了僧俗兩道中許多人的崇拜 甚至佛陀的一些釋迦族的弟子 都跑到他那裡去了 阿蛇是太子在王社城附近 為提婆建造了富麗堂皇的僧院 每天送來500幅精美的飲食 其實對修行者來說 對別人的讚美應當看作是考驗 看看自己是不是因此生出了歡喜 甚至是自命不凡的信來 因為這都是執著自我 執著名利情的表現 但是提婆達多沒有意識到這些 他不但對這些誇讚 崇敬和供養 全都高興地接受了 而且自視越來越高 甚至還說 大眾圍繞 我何意如來 那這下就麻煩了 本來應該逐漸去除的執著 卻在他的心中 漲勢洶洶 甚至把自己看得比佛還高了 他到處批評釋迦摩尼日漸衰老 僧團中收的都是無用的人做弟子 如果不從根本上來改良 不久就要毀滅 他說 唯有他才能做佛陀的繼承者 對這種鼓噪 釋迦佛不願意理睬 有一天佛陀和弟子們走在路上 忽然看到提婆達多和追隨的一些人迎面走過來 佛陀就旋即避開 阿南樣樣不樂地問佛陀 說 您為什麼要避開提婆達多呢 難道怕他嗎 佛陀說 我不是怕他 不過何必同愚人見面辯論呢 他現在是滿懷邪念 如同惡狗 越理他 叫得越歡 阿南對佛陀的做法還是不能理解 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 其實 對待這種自以為是自欣生活的人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理他 讓他覺得 對呀 沒人關注 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那心中自命不凡的火苗才會漸漸熄滅 而那些無知的稱讚 關注和吹捧 正是使這種人妄自尊大 從而磨變的導火索和助燃計呀 因為提婆達多的念頭不正 不久他的神通就消失了 不過 這並沒有使他清醒起來 他找到釋迦牟尼 要求佛陀把僧團交給他領導 那麼佛陀是怎麼做的呢? 釋迦牟尼直接了當地拒絕他說 設立符智慧敵 木劍連神通敵 我都沒有把僧團的領導權交給他們 難道還會交給你這個蛋拓癡人嗎? 蛋拓癡人的自明意思就是 吃拓業的蠢傢伙 據說呀 提婆達多曾經用神通把自己變化成小孩的模樣 與阿舌是太子西西 當時阿舌舌曾經吐拓業到提婆口中 而他也不以為意 釋迦牟尼這話說得很重 其實在許多次前世的輪迴當中 提婆達多都曾經對世尊有過無數次的嫉妒與傷害 佛陀對關係到自己的利益名聲甚至生命的傷害 都無怨無悔地忍受下來 但是如果牽涉到大眾的利益 碰到邪見邪說誤導眾生的時候 都是以救護眾生的角度去催邪險證的 從來不會聽之任之 那麼提婆達多聽了這一段當眾的斥責 他是不是會清醒呢? 提婆達多並沒有清醒 反而惱羞成怒 開始發動他的叛佛行動 甚至說 我當取如來害之 他知道 阿舌氏太子雖然相信自己 但是摩羯陀國的國王 貧婆娑羅王 依然信奉尊崇佛陀 國王得知阿舌氏早晚問訓提婆 並供奉五百父侍 自己也早晚問訓佛陀 並供七百父侍 提婆達多覺得 想要打倒佛陀 一定要先打倒貧婆娑羅王 因此呢 他就煽動阿舌氏太子 說他們應該開創一個新的世界 要將摩羯陀國建立成一個理想的國家 要有新王和新佛 他就教唆太子篡位 要把他的父母都囚禁致死 國王和夫人不斷念佛 佛就顯現為他們說法 把他們超渡到天上去了 阿舌氏登上王位之後 對提婆達多是言聽計從 派出殺手去謀害釋迦牟尼 不料 殺手們來到佛前 就被佛陀有如日月之光的慈悲力量感化了 把刀都扔了 一個個跪拜在佛陀坐前 歸依了佛陀 提婆達多一看 別人不成 親自上陣 他埋伏在世尊經常經過的山路上方的山崖上 當佛走過的時候 就推下了一塊巨石 他想把佛陀砸死 可是大石一到世尊的頭頂上 就裂成了兩半 散落開來 只有一小塊碎石片擊中了佛的腳 疲破血流 這是提婆害佛的過程中 唯一傷及世尊的一次 也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出佛身邪事件 既然用人力不能得逞 提婆達多又想到了借助動物 料想 不通人情的畜生絕不會被佛陀趕招 他就向阿舌室建了一頭巨像 想等佛陀出外弘法脫波的時候 把像灌醉了放出去 佛陀就會死在狂象的蹄下 這天佛陀帶領弟子到王舍城脫波起食的時候 突然一頭巨大的狂象迎面衝來 弟子驚慌逃散 唯獨阿南沒有逃走 他想挺身擋在釋迦佛面前 釋迦佛對阿南說 成就佛陀大型的人 還給外來的暴力陷害致死的話 沒有這樣的事情 說話間 狂象已經奔到身邊 一見佛陀 雙膝一軟 跪下了 恭敬柔順的用鼻子填起了佛的雙腳 變成綿羊了 這使很多人見識了佛陀的偉大力量 皈依佛法了 提佛達多又沒有得逞 提佛達多多次害佛都沒有成功 並且大失人心 受到公眾輿論的強烈譴責 提佛大為懊惱 一天他來到佛說法的講堂 沒有先把泥腳洗乾淨 就大辣辣地往裡面闖 污損了作劇 已經掙得阿羅漢果的蓮花色 則問他為什麼不按佛陀的戒律先洗腳再進來 提佛達多頓時大發雷霆 一拳打死了蓮花色 失手殺害了蓮花色之後 提佛達多也很恐懼 怕自己受到因果報應 會下地獄 他退在一邊坐下 滿臉的憂慮 這個時候一個叫富蘭娜加葉的外道看見了 湊上來說 哪裡有什麼後世報應的呀 以自立為王 我第一個支持你 這一下提佛達多的心中就升起了無法無天 能令一切善根斷絕的邪見來了 那麼 他又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為了敘眾自立為王 提佛達多圖謀分裂僧團 孟子提出苦行無法 標榜自己持戒更驚嚴 修行更刻苦 想強制大家遵守 以此禍亂僧眾於信徒 有一天 他趁佛陀與大眾都在講堂 就帶著幾個追隨者進來 大聲地說:「佛陀 我最近在禪定中悟到 坐沙門的人 第一 應該只穿糞掃衣 第二 不可吃乳酪和鹽 第三 不可吃魚肉 第四 要騎食化園 不應給人家請去供養 第五 要在露天禪坐修行 不應住在房舍中 如能奉守我所說的無法 就能少欲知足 更快獲證涅槃 我想依此無法來讓大家遵守 您的意思如何呢? 提普達多揚揚得意地說完 又被佛陀拒絕了 據《根本說一切有不疲奈耶破僧式》和其他一些《釋教經書》的記載 釋迦摩尼和他的弟子們是吃肉的 而這些苦行都是釋迦佛經歷過了的 印度之前有一個古老的教派 擊中苦行 釋迦摩尼修煉之初也是先修了苦行 但是發現收效甚微 而他開悟後所傳的戒定會中的首戒和禪定 雖然辛苦 但為的是修趣執著 反本歸真的目標 著重於苦行本身 反而是一個偏執 而且這種不按佛法修煉另搞一套的做法 可不是一個小事 釋迦摩尼曾經講 如來佛如橫河的砂樹 雖然有多少如來就有多少種佛法 但都是上下貫通 可以把人渡到佛的世界 而一個常人無論多麼絞盡腦汁想出的東西 都離佛法十萬八千里不止 更別說有本事把人渡到佛的世界了 但是對那些對佛法理解有限 還很懵懂的新人 會起到很大的干擾作用 所以釋迦摩尼說 但欲依此法 壞佛法也 若受持此法 則於道有難 因此尊尊告誡諸弟子 此便是地獄人 然而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 還是迷惑了一些新來的僧人 甚至有人認為 世尊是因為妒忌提婆才持反對態度的 於是 僧團就一分為二 一些人被提婆的苦行口號所吸引 加入到她的陣營中 在這些人的前呼後庸之下 提婆達多去了茄耶山 使一項合了無爭的佛教教團因此分裂 在世尊的僧團之外 出現了另一個僧團 佛教中稱之為破和和僧 但是釋迦牟尼佛慈悲這些剛出家的人 派出他的大弟子 瑟利弗和墨建聯 一路追尋過去 進行勸善 成功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認清了提婆達多是在亂法 重新回到了正法修煉之中 在釋迦佛面前懺悔 那麼提婆達多還有什麼辦法嗎? 提婆達多維持不了他的僧團 江河日下走投無路 但是仍然惡性不改 有人勸他向世尊懺悔 他竟然靈機一動 在自己的十隻手指甲內暗藏劇毒 企圖攻擊世尊 然而 就在他伸出食指向佛陀撲過去的時候 地下突然出現了一個火光熊熊的大坑 把他吞噬了 雖然他聽信外道邪說已經不相信善惡報應 此時卻墮入地獄受著報應 據《出藥經》記載 他在地獄中長劫受苦 被火焰炙烤 織還片片零落 被鐵棒打碎頭顱 被大象踐踏 碎如米粉 也有佛經中說 所幸提婆達多在掉入地獄之前 心生悔意 口中唸出 拿摩 另外兩個字佛陀還沒唸出 就直墜地獄 但是因為佛性終於顯露 釋迦佛給了他罪業熟清之後再次修煉的機緣 足見佛陀的慈悲和善念的重要 不過 在唐朝玄奘法師到印度求法的時候 曾經有提婆達多的教派依然存在的記載 這樣算來 提婆當年的無法苦行 可能還流傳了上千年之久 也足見人世之謎呀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時代 已經到了釋迦牟尼所曾經說過的末法時期 不信神佛 不信因果的邪說邪見 已經更大範圍的登堂入世 釋迦佛對末法時期的期盼是轉輪聖亡的救度 然而 前人的教訓 無論在什麼時代 對有心之人 都是有啟迪和警示作用的呀 觀眾朋友 您覺得呢?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觀看 我是雪莉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